舌中有裂纹,并跟在脾胃,四种裂纹舌原因和调理方法,一次讲明白,要是你的舌头中间有裂纹,一定要小心脾胃的问题了,因为舌头的每个部位分别代表了不同的脏腑,而舌中就是脾胃的反射区,所以无论是舌中凹陷,还是舌中舌胎后腻,还是舌中有裂纹,问题都在脾胃,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四种裂纹舌的原因和调理方法。 大家可以对照参考一下,首先第一种就是脾胃湿热,湿热就是既有湿又有热,而湿气会阻碍气血的运行,导致舌头失去滋养,热血会耗损体内的筋液,导致舌头得不到筋液的滋润,所以当脾胃有湿热时就会导致出现裂纹,而且舌胎是黄腻的,平时容易出现腹胀腹痛, 反酸烧心,乏力没精神,消化不良,大便粘腻不爽等情况,这时候调理就得以轻湿热为主,可以参考或相轻胃散。 第二,脾胃阴虚,阴虚本来就代表体内筋液不足,而且阴虚之后还容易产生虚火,当虚火上炎,熏蒸舌面时就会导致出现裂纹,并且舌胎很少,甚至没有舌胎,往往还会伴随虚火的症状,比如手脚心发热,口干舌燥,喝水也不解渴, 吃得多饿得快,小便发黄,容易便秘等等,这种就得滋阴降火了,可以参考育女间来调理。 第三,脾胸气血不足,血是鼠阴的,所以具有滋润的作用,而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,若脾胸气血生化不足,舌头失去滋养,同样会出现裂纹,然后舌头颜色是淡白的,看着毫无血色,平时还伴随法力。 精神不振,失眠多梦,头晕眼花,手脚麻木等情况,这种调理就得以健脾补气血为主,比如参考人生龟脾汤加减。 第四,脾羊亏虚,羊虚生内寒,所以脾羊不足,寒邪内生,此时舌头就如同冬天的土地,会被冻出裂纹,舌头颜色淡胖,舌苔白腻,平时还伴有手脚冰凉。 胃寒怕冷,吃凉得容易拉肚子,大便膝软不成形,食欲不振等,这种调理就得以温补脾羊为主,比如父子李中汤加减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因为舌头在中医看来,是可以反映身体各个脏腑情况的镜子,而舌中的位置就是对应着脾胃的位置,所以舌中的颜色。 舌胎情况是否骨胀多跟脾胃有关?像是舌中凹陷多表明脾胃虚弱。 今天医生就来给大家讲讲为什么舌中会有裂纹。 首先第一种脾胃阴虚,脾胃的阴筋不足就容易产生虚火。 熏烤舌面,这时就容易出现舌中有裂纹,平时还容易出现口干舌灶,总想喝凉水,胃部有饮痛,没有胃口,食欲下降。 身上还容易出现一阵阵发热的情况,看舌头会发现,舌头颜色发红。 舌中有裂纹,舌苔少等,这时调理应以滋阴降火为主,可以参考沙身麦冬汤加减。 第二种脾胃有时火,脾胃的火太大就容易灼伤今夜,就像大地被太阳晒干一样,这时就容易出现裂纹,平时还容易出现口干,总想喝凉水,嘴巴里容易长泡,口臭,牙龈红肿,胃里有灼热感,容易饿等。 这时调理应以轻胃火为主,可以参考轻胃散加减。 第三种脾胃虚失胜,脾可以蕴化身体多余的水湿,脾虚,水湿积聚,这时就容易出现裂纹蛇,且这种裂纹蛇的舌头庞大。 舌边有齿痕,平时容易出现肚子胀气,脸上容易出油,肢体沉重。 没有胃口,容易感到困乏等,这时调理应以健脾趋势为主,可以参考六菌子汤加减。 第四种脾胃虚弱,脾胃虚弱,气血生化不足,滋养不了舌面,这时就容易出现舌中有裂纹。 且舌头颜色偏淡,没有血色,平时还容易出现浑身发力。 头晕,眼花,容易心跳加快。 失眠,多梦,稍微活动一下就容易气喘等。 这时调理应以健脾补气血为主,可以参考八菌汤加减。 中医认为,舌头前中后都有对应的脏腑,而这舌中反应的就是脾胃的问题。 所以,如果你舌中有裂纹,那就要小心脾胃了。 而常见的裂纹舌以及原因主要有下面四种,大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对照一下。 首先,脾胃有热,舌头就像地面,当脾胃火热支气太重,热气就会把水分给烘干。 这个时候,舌中就会像地面一样出现裂纹,并且颜色还发红。 舌胎发黄干燥,平时伴随着一些口干口渴,饿得快,吃得多,以及牙齦肿痛,口臭。 胃痛,便密等情况,这时调理就得清热卸火为主。 可以参考一个黄盐轻胃碗。 其次,脾胃今夜亏损,那除了火给地面烤干外。 当地面本身缺少水分的时候,同样是会出现裂纹的。 所以裂纹舌还有一个原因是脾胃阴虚,这种舌头伸出来也红。 但没有舌胎,并且平时会伴随着一些身心反热。 手脚发热,以及胃里隐隐作痛,饿了但不想吃饭。 甚至是晚上睡觉后出虚汗的情况,这种调理就得滋阴为主。 可以参考一个阴虚胃痛颗粒。 然后脾胃气血亏虚,气血不足,不能向上滋养舌面的时候。 裂纹也会出现,而这种裂纹舌整体颜色淡白,几乎没啥血色, 并且平时容易伴随着一些神皮法力。 头晕眼花,心慌心悸,以及失眠睡不着。 脾胃消化不良,容易腹长腹痛等情况,这时候调理就得健脾胃。 补气血为主,可以参考一个人身健脾丸。 最后脾胃虚弹湿重,除了地面缺少水分外,水分太多也是容易把地面泡发。 然后导致裂纹出现的,所以脾虚弹湿重的人。 舌中也有裂纹,并且这种人舌头整体还滑湿。 舌胎比较腻,甚至是厚腻。 两边有齿痕,平时就容易出现些头晕。 四肢困重,头面碍出油,嘴里发腻,腹胀消化不良,大便吸糖等湿气重的情况。 那条里自然的健脾驱弹湿为主,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参考身灵白竹散或者二尘丸。 为什么说,舌中裂纹越重,小心毛病越多呢? 因为舌中归属脾胃区,而脾胃是五脏之根。 气血生成之源,一旦脾胃出现问题,气血生成不足,五脏失氧,四肢百孩失去滋养时。 各种毛病就都找上门了,而舌中有裂纹的原因,大多是下面四种。 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情况。 第一,脾胃有热。 如果说,脾胃中热气太重的话,热气就会向上熏扰。 我们的舌头就会像地面一样,逐渐出现干裂的情况,并且舌头颜色整体发红,舌苔干燥发黄,然后伴随着一些胃胀胃痛,胃里隐隐发热,吃得多饿得快,以及口干口渴,口臭和牙龈红肿疼痛。 大便肝结等情况,对于这种想调理就得清热为主。 可以参考黄连轻胃碗,如果是以湿热为主,舌苔黄逆,大便粘逆发热呢? 就需要清热驱湿为主,可以参考霍香轻胃碗。 第二,脾胃烟虚。 脾胃烟虚就相当于是脾胃中烟液亏损,同时还伴随着虚火的情况。 这就好比地面本身就缺水,然后旁边还点了一堆小火慢慢的烘烤。 所以时间长了,也会出现干裂的情况。 不过这种舌相就是色红。 没有舌苔了,然后伴随着一些口干口渴。 手脚心发热,身心烦躁,以及胃里隐隐作痛。 饿蛋不想吃饭等情况,想调理就得滋阴。 可以参考阴虚胃痛颗粒。 第三,脾胃虚,气血不足。 气血也相当于体内的水分,所以如果脾胃虚。 气血不足,舌面失去滋养。 时间长了,舌中也会有裂纹。 不过这种舌相整体以色弹为主。 平时容易出现一些头晕健忘,胸闷心慌, 手脚没力,爱发麻,抽筋。 以及眼花,晚上失眠,越累越睡不着和脾胃方面的问题。 比如腹胀,消化差等等。 所以这种想调理就得补脾胃。 补气血可以参考龟脾碗。 第四,脾胸湿气重。 湿气太重的情况下,舌面容易被泡发。 而出现一些细小的裂纹,这种舌相就以舌面滑湿。 好像挂了一层水,两边齿痕明显为主。 平时伴随着一些嗜睡,眉精神,头昏昏沉沉。 手脚沉重,以及头面出油,食欲下降,消化差。 腹胀,甚至是恶心反胃,以及大便吸糖等情况。 那这种调理就需要健脾趋势为主,可以参考一些健脾趋势的忠诚药。 比如餐灵白煮散。 如果舌胎后你发白的,就属于失聚成痰了。 可以参考六君子丸、二臣丸之类的药。